台湾绥靖主义时论的最后一个论调 我们把它称之为废军霸武论 它包括了五个说法 第一个就是说 台湾年轻人不喜欢打仗 不愿意上战场 那么第二个就是说 这个训练场地不够 我们台湾那么小 那么还有就是少子化 争不到兵 第四个就是兵员太多 管理不善 管理不易 最后争兵会导致我们的 国防经费的一个增加 会因此而排挤了其他的 这个所谓的国家的一个基础建设 等等等等 那么其实这个以这种理由 譬如说以年轻人不喜欢战争 不喜欢上战场 当然谁愿意上战场 谁喜欢战争 但是你到了保家卫国的时候 谁能够不上战场 所以而且就是说 你认为年轻人本身 这个拒绝赴战场 不喜欢当兵 其实没有任何科学的依据 没有任何科学的依据 只是一种五断的一个猜测而已 而且对于爱台湾的 台湾的年轻的时代 我觉得是一个污蔑化 所以因此我认为 这个这样的一种 污蔑年轻人这样的一个说法 其实也蛮打击民心士气的 所以这也是我们 要加以批判的一个第一点 最新的民调显示 有大概七成三的民众 是支持这个 EOE的疫情延长到一年 对 就是我接下来要讲就是说 根据最近的一个民调 我们台湾大概有70%的人 是支持兵役 从现在的四个月延长到一年 就是疫务疫的兵役期 我想这是一个很正面的一个发展 因为今天我们 我们即使说吧 我们举例讲训练一个警察 他都要读警校读四年 那么这个军人 军事本身是一个非常专业的科目 那么现在只当四个月的兵 当然是远远不够的 而且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就算你这个四个月短短的疫情 你要愿意上战场 也因为专业不足 或是训练不足 经验不足等等的 可能会受到很大的一个危险 那么所以我总结来讲 就是说今天以这种年轻人 避战 厌战 逃战这种论调 其实正是这些绥靖主义本身 自己本身的一个投降主义心态的反应 就把自己本身的位战的心理 投射到这年轻人的身上 这基本上是很不道德的 那么我因此呢 我就把这个台湾绥靖主义 把它归纳成为三卖 就是那个卖东西的卖 第一个就是利用台湾的言论自由 这种所谓的卖台媒体 另外一个就是每天在散播 这种投降主义 这种腐蚀人性的卖台论 还有就是一群 整天在出卖国家利益的卖国贼 所以卖台媒体 卖台言论 卖国贼 构成了我所谓的绥靖主义的三卖 所以我们这样子总结了 批判了这个台湾绥靖主义时论 我们的目的呢 其实希望是能够正本清援 把现在目前呼应中共统战 而且要弱化台湾的士气 就像一群白蚁会去腐蚀 我们的栋梁一样的这些绥靖主义者 我觉得我们要以正面的应对 而且要去揭露它的一个本质 我始终要讲的就是说是 台湾只有用怎么样 一种强台主义 这个备战 应战 然后训练我们的国军 强化我们民心的士气 这种强台主义不是绥靖主义 才能够真正保佑我们台湾 所以孙子兵法有一句传颂千古的名言 我在这里说一下 他说故用兵之法是怎么样 无事其不来 那么有事无有以待至 那么无事其不公 事无有所不可公也 就是我们平常所讲的就是 你不要指望说 我用什么样的一种妥协 输成 乃至于其他一些软弱的一个说法 你就能够怎么样 换得中共对我们手下留情 甚至就是说想要用这个缩减国防经费 缩短这个兵役的这个议期 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废军罢的措施 就能够让中共对我不杀之恩 所以这些说法本身就是我们要强烈一个批判的 所以如果说我们对于台湾续定主义时论 要做一个最后一个总结 就是我刚刚所讲的 在台湾面对强敌压境的一个情况之下 中共每天口口声声带说要解放台湾 要再教育台湾人 要非但洗地 要留倒不留人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只有备战才能够应战 所以我想跟台湾的所有台湾人讲 面对这样一个中共的强敌 到了最后的关头 乃至从现在开始 我们只能够怎么样 一命保台湾 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 以实力求和平的嚇阻策略 是的 明老师怎么看呢 其实我们意思差不多 这个讲那讲去的这些人讲话是非常奇怪的 回到要进到批判以前 我先讲几个实际数字 今年三月份的时候 中共就公布了他的国防经费 他的国防经费 以从习近平上台到现在 大概十年下来 已经翻了两翻了 增加了这么多了 他现在今年三月份给的数字是这样的 他的国防预算叫做1.45万亿 1.45万亿 增长多少呢 年增率是7.1% 你回想一下 中共官方现在设定 我今年的这个GDP的成长是多少 顶多到5就非常好了 官方说5.5 官方说5.5 5.3到5.5 现在是军费增加7.1 换句话说 中共心目想的 我的军费增加比例 超过GDP增加比例 他这样看已经 已经这个十几年了 所以第一呢这么多 第二呢是台湾的17倍 而且这还没有算他其他这种什么 认知作战等等 我还没说那块 我还没说那块 我还没说这块 也就是这是官方公布数字 但是全世界都认为 经过这些 我们其实过去也研究过这题目 中共军费的真实数字 比这高得多 至少是这个1.4倍 1.4倍 至少 至少1.4倍 它现在重点摆到哪里呢 台湾的专家是讲过 太空作战 网络作战 然后海军的新舰艇 空军的新飞机 光是这几样东西就不得了了 其中你刚刚讲说 什么认知作战 他们是在网军的部分 所以那是一个很高的数字 现在台湾这些 所谓绥靖主义者 他们提的理论是 不要挑选大陆 不要刺激他 要避战 前两天我在看到有人在讲说 我们不要去这争兵 不要干什么 要不要刺激他 我再问一次 你在台湾你面对中共 你怎么样做 在他眼里面不叫刺激 投降 投降叫不刺激 所以你说台湾这样的挑衅 我再问一次 是我们的飞机飞过去挑衅他呢 还是他一天搞三架飞机飞过来挑衅我们 是我们针对他去进行了 包围大陆的军事演习呢 还是中共来进行了包围台湾军事演习 是谁在挑衅谁 最基本的这个事实都不顾的话 那就没什么好谈的了 对不对 你这样颠倒黑白到这种地步的话 那真的就是卖国贼 例子上就只能把你叫卖国贼 所以如何避免战争 你要去讨好他 你要去鳄鱼他 去顺同他 还是直接投降 还是说你避免战争最好的办法 就是自强准备 然后不卑不亢的去应对他 国中生都知道道理 你们这些高官们 或过去的高官们 或者退降们 你们难道不懂这道理吗 这不是说明 我们的政治教育是彻底失败的吗 你们最比起的政战教育 或政战系统 你们最不相信的 现在恰巧在这里发挥作用 因为老师其实以前 过去我们学到的是 不断地告诉我们 中共它是这种软土深掘 会一步步的禁逼的 就是如此嘛 那现在就是 你现在也配合他软土深掘 你也在步步后退 他多绝一尺你就后退一次 他再绝一尺你就后退 最后你就投降了嘛 这个历史教训太多了 西方我们常常讲 就是二战时候 捷克斯洛伐克 斯洛伐克要归并到这个纳粹 纳粹德国那边去 然后回来去逼这个 逼着捷克 捷克之后没办法 他就要让步了 让步完最后呢 亡国嘛 就这么简单嘛 亡国 亡国当然还不到灭种地步 但被奴役啊 这是西方 你说这是西方历史 中国历史你应该很熟悉了吧 岳飞勤快宋高宗 跟金武祖的历史 你那不清楚吗 当时谁要战谁要和 当时岳飞主战 后来骂他什么 军阀 那组合呢 勤快加宋高宗 拿到合议之后 高兴到不得了 然后要准备开大张宴席 要庆祝岳飞上书说 不可以庆祝 这是国家知识 跟国家危险的开始 宋高宗非常生气 两年不到的时间 金武祖汇兵南下 这种血泪斑斑的教训 大家都读过历史的 你怎么会不知道 要避免战争 就你刚刚说的 不能不备战 对方虎视眈眈了 我们当然就是能战方能和 让对方没有觊觎之心 而不是说 他很凶了 所以我后这一步 他就不会凶了 没有这种事情 香港不让步了吗 香港不低头了吗 最后呢 你说能有什么用 所以香港那些勇武派 在街头上抵抗 他最后还难免被碾压 那你说我们正好顺便 最后就碾压到 你完全没有翻身的机会吗 讲这些话的很多人 上一代呢 跟我们一样 从大陆过来的 你难道忘记1949年吗 你忘记你父母亲那辈 怎么跑过来的 或你祖父那辈 怎么跑过来的 你说你不记得了 1970年代中期 南越伦亡的故事 你总看过吧 历历在目 当时为什么 南越的这个抵抗决心 不够坚强 然后北越很强 好打下来了 然后美国又撤手了 那你觉得现在 你真的松手了 真的让步 对方不打过来 对方会觉得说 你真的可爱到 我不想打你 有这种事情吗 然后大陆沦陷了 南越沦亡了 老百姓遭受共产主义的 迫害几十年 你老家的亲人 也遭受迫害几十年 你都忘记了 所以谁对谁错 谁忠谁奸 历史上清清楚楚 那我想请问就是 最后 你在历史上 想留一个什么样的名声 历史会写的 历史一定会记载的 某年某月某日 你在什么地方 讲了什么话 大家看得见的 大家记得住的 某年某月某日 你在什么地方 做了什么事情 干了什么事 大家看得见 会记载的 大家常常讲说 要从历史上学教训 这不就是历史吗 有中国的历史 有外国的历史 有过去的历史 有眼前发生的事情 香港朋友才在两年前 演给我们看 大家还相信一国两制 你真的相信 中共对香港人这样子 是因为香港人自己坏 中共对台湾会绝对更好吗 你真的相信吗 不要忘记中共对于二臣 或者这种叛逃过的人 它有十六字真言 降级运用 逐步消化 请问什么叫逐步消化 肉体上消化你 就这么简单 他一当炮毁 肉体上消化你 那么中共犯了错误 这么多年 这几年不要说远了 这几年你看得见吗 收回香港 把香港搞成什么样子 然后惩罚台湾 就国际上 现在批评你在什么地方 然后在南海扩张 国际上反对到什么地步 然后你对抗美国 国际上怎么回击你 你的战狼外交 国际上引发了多大的反弹 然后你的清明政策 现在造成什么后果 你的共同富裕 对国家经济造成什么伤害 每一件事情 大家想清楚 都是一党专政的错误 都是一党专政的错误 而台湾这些朋友们 还竟然相信 大陆体制比较优秀 台湾的民主政治比较糟糕 那这样的话 你真的不用留在台湾 你这边活得太辛苦了 你还是投奔那边去吧 我很少讲这么重的话 但如果这样你都听不懂的话 我只能跟你这样讲 我不是要你去受苦 而是说你去那边亲自体会一下 你再回来告诉我说 那边真的比较好 你去体会看看 你发现说你买不到药的时候 你被盯在家里面的时候 你买不到菜的时候 然后你进不了医院的时候 而高官进去 你看看你有什么想法 这时候你才晓得说 到底是台湾这个 有缺点的民主政治比较好呢 还是你一天到晚向往跟吹嘘的 一党专政比较好 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了 我不用高涵什么人权问题 这是每个老百姓 每天切身生活 他所经历的事情 买药也好 买菜也好 风控也好 上学也好 大家都看得见的 所以我再提醒大家一下 我们是讨厌共产党 我们是讨厌我们要对抗它 我们不用恐惧 不用说因为对方看起来貌似强大 你就很害怕 因为他的贌似强大 相大一部分是吹嘘出来的 你仔细看看数字 仔细看看那些东西 不要听中共传过那些农场文章 你就晓得真相什么 所以不要自己把自己的战斗 意志给消磨掉了 对方在同战你 在洗脑你 对方在对你打心战 你为什么听得这么舒服 我们哭口婆心上讲 你听得很难受 对于中原尼尔 中共讲的话 你都觉得听得很顺耳很愉快 你为什么不用检视我们的话 跟检视美国的话的同样标准 去检视中共对你讲的话 你会得到什么结果 你会得到什么结论 这样子的话你才会想得清楚 到底谁才真是 所谓的爱台湾或爱中国 这个才是我觉得 今天你要说总结吧 就是我真正想讲的话 中共统战很厉害 我们过去都经历过 所以请这些朋友们 我不想说你们是什么样的名字 但是我想提醒你们 中共真的不等于中国 这点你一定要分清楚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留言 按赞 订阅 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那么感谢各位 长期对我们的支持 新闻大破解团队将持续为您制作 更优质的节目